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壇事件 我是市基金的李浩德 在旁邊是施老闆,盛永晴先生 施先生,你好 你好 施先生,上個禮拜,你有跟我們說 主觀軟網希望事勝 結果,聖誕禮物,我們是提前拆 今個星期,萬單計算 港股差不多升了1,100點 去到27,600-27,700 大家都很開心 今個星期的主觀軟網,會是甚麼 從技術上說 突然間有這麼大的飆升 有一股力量在後面 支撐著 即是說,背後的局勢 出現一些根本性的改變 昨天早上 我去銀行辦手續時 銀行的職員跟我說 師先生 港匯突然強了很多 美元對港幣 港幣強勢了 即是代表港幣多人買了 突然多人買 港幣是否來買港幣 當時的想法 是否有人想買港幣 這麼大規模地買港幣 因為沒有其他東西 短時間之內有這麼大的變動 但昨天已經升幅了 幅度比較明顯 銀行職員說 現在唱美金有些優惠 你不如唱點美金 我當時也有想法 唱美金,我不如去買港股 結果,師先生幫忙買了港股 因為我是正職,做其他事情 腦內閃一閃,就沒有買到 結果星期五,再升多一點 我們今天拍片 我們剛剛收市 今天差不多升至接近七、八點 應該整個星期高位 很久沒試過升那麼多 通常升那麼多,已經看成市場的移動 一個特別的表現 應該有些特別的因素 當然,特朗普說了一些 特朗普其實不止一次說話 經常都說話 當我們看得淡淡,他會說得好一點 說得好一點時,他又... 說話有時說好,有時說不好 但是,說話而有這麼大的反應 表示背後有些動力 是不是有些知情人士 覺得真是這次來了 買下去 本身大家都預期 本身這個星期日,12月15日 就是關稅其中一個大日子 究竟是繼續推定計劃,落實加15%關稅 還是談得好,有局部性協議可以暫停 似乎今日媒體的消息和股市表現 好像都說應該談得好 是否簽約呢 簽約沒有那麼快 但是,如果不加關稅 如果不加關稅 確認性比特朗普的推特更大 說兩句 最新的推特,是昨晚11點 即是香港時間 星期四,晚上11點 突然說,差不多談好了 令到大家都很震煩 整個市場 談好,當然是利好因素 我原本看好明年,上半年的市場 之前你有提及過 我認為兩紅相遇 不是一個回合缺勝負 要有幾個回合 打到累 我們打了差不多20個月 因為如果你要一缺癡紅 最後可能兩敗俱傷 最好在自己不會受嚴重致命傷害之前 大家看看,找機會再來 所以我認為 談好之後,不是談好好處 談好之後會停戰 半年到三個季 所以我認為 這段時間有一個窗口期 如果要談好,即是談好 談好之後 如果要談好,即是談好 既然準備談局部性的協議 都會殺的話 一定會談到 12月談不到,就一月談 談完之後 我認為有半年左右的窗口期 是給予一些做生意的人 把握機會做生意 所以不會一打就打到落尾 這就是我對接下來的局面的看法 2020年上半年,應該有一個密月期 對投資市場,應該會好一點 如果中美相對平靜 香港的情況都會相對平靜 香港有時是一個世界大局面下的一個反應 所以我認為最近都剩下很多 勇武行為少了 以及一些意見領袖 一些傳媒出來說話的時候 我看到蘋果也有一個社論 說那些 弄炸彈,用手槍 要不就是那些人擦裝甲 要不可能真的有些人走火入魔,過渡了 勸他們不適宜這樣做 這樣做,會令香港這場運動失去國際支持 所以其實取態上是改變的 當然,意見領袖的取態改變 未必是一條指令下,全部執行 但是我認為慢慢的影響力會出現 所以香港未來市面會好一點 今天我跟同事一起吃飯 地產代理同事一起吃飯 另外一些同事 我們下面的其中一個子公司 等位都等了三個字 香港人市面好一點 馬上把握時間消費 所以 遊客復元可能需要時間 本地的復元會比較快 現在聖誕節的消費 我相信會增加 好一點 然後 快點登廣告 我相信是N730 我明白 最尾都可以沙輪 本來以今年聖誕節 沒有什麼機會做生意 我今晚都有一個大型活動 最初都以為會否有機會割 現在都應該沒什麼問題 所以你見到12月 其實香港的商業活動 或者消費 已經開始是一個明顯的匯亂 會匯亂 本地消費一定匯亂 最尾有些時間不易 講了中美關係 講了香港本地 大陸經濟會否好 未來一年 大陸經濟下行壓力 但最近出來的數字 好像比喻其中好 採購經理指數升上50%以上 當然 做出口也不太差 就好像中共開的經濟會議 出來的消息說想補錄 補錄即是不會跌很多 逐步可能都會有少少下行壓力 但又不至於太過失速 我們的同事 都在內地看 他們認為民間情緒基本上穩定 共產黨現在遇到反對聲音比較多 海外比較多 內部除了金融界 知識界有時會有反對聲音 但一般民眾 尤其是農村 做精準扶貧 做得比較有成效 我本來都在大陸 有很多扶貧的項目 我的慈善基金正在做 不夠政府負責 和我申請 又要交替報告 又要找人來查 和政府申請 很快批 銀碼又多過我 批又快過我 都沒有人負責我的慈善基金 所以那些得益者 他們不用花太多的錢 很快可以令民生傾向他們那邊 所以我相信 要穩住局面 是不難的 但如果你說經濟的增長要比以前快 再次提速呢 提速就不容易 穩住 我相信就會 因為之前大家對擔憂 是令到大陸的股市長期 和經濟增長不不配 經濟在西方來說算是高速 6、7% 美國高極都是3% 但美國的股市慢升 大陸的股市不升 就說它快要爆煲 如果它能夠穩住 股市都會好一點 尤其是聽施先生說 如果中美的關係 在未來半年會有好轉 應該對我們大陸經濟 不打字 都是瞄準你 眼睛掌握 儲勞你,就踢你一腳 但整體經濟應該不會太差 未來一年的看法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 多謝施先生 最後也要借機會放小廣告 1月12日來,市基金有一個投資講座 到時會有一個現場版的股壇事件 到時會有機會見到我,彭施先生 在現場解隔大家的問題 如果觀眾有興趣,記得去到以下的網站去登記 我們下集再見